大家好,我是Dan Twice子余继哪样机友之后 成为Twice第三位solo出道的成员了 结尾皮娱乐今天凌晨 透过官方SNS频道 宣布了子余即将solo出道的消息 子余的solo出道专辑名为 是英文字 而包含子余的合成词 所属公司透过开场预告片 公开了子余有关新专辑的提示 激起了粉丝们网友们的好奇心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太棒了,这次演唱会上 因为子余的音色太好听了 我一直很想听她的solo音乐 真的是大发 哦,太棒了,影片真的很漂亮 还有子余射箭传奇片段的模仿场景 真是太有趣了 除了颜值之外 我对子余其他的印象不深 但这次真的很期待 她会唱什么样的歌曲 子余真的超漂亮 之前她的个人活动比较少 感觉很遗憾 现在看到她的solo出道消息 真是太高兴了 真的希望透过这次的solo专辑 能看到更多子余的活动 话说回来 TWICE对那第三个solo出道 还是继打人机友之后 真的不简单 所以对于子余的solo出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期待成为SM下一组女团成员的拿哈恩 离开SM了 根据媒体报道 拿哈恩在2022年以练习生的身份 进入SM开始准备女团出道 而随着舞蹈神通拿哈恩 有望以SM女团成员身份出道 马上就引起了kpop粉丝们的关注 特别是SM预计在今年下半年 推出新人女团 所以让大家对拿哈恩的加入 更加期待 但是拿哈恩在经过两年的 练习生生活后 已经离开了SM 因此将不会以ASPA的师妹团出道了 以为她会成为下一个主力成员 真是太可惜了 哦 以哈恩的实力和名气 只要她自己愿意 中小经纪公司也会很乐意签下她 加油加油 希望她一切顺利 她的YouTube频道有500万订阅 就算成为YouTuber 应该也能赚很多钱 看来出道组已经确定 很快就会出道了 拿哈恩也加油 加油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根据8月1号一家媒体的独家报道 YG娱乐决定将所持有的GDragon GD等商标权转移给GD 也就是说 GD以后可以自由地使用 GDragon GD这个活动名了 哇 因为商标权是非常重要的知识产权 而且之前也有过很多次 离开原所属公司 就不能使用原组合名的情况 所以YG这次的决定 将成为业界的重要案例 确实应该给GD 毕竟他让YG成为了三大经纪公司之一 本来这个名字就是 在建YG之前就创造的 YG要是拿走就太没良心了 看到YG连Icon的名字也如实转让 感觉他们在这方面 确实做得很干净 赞 不管怎么样 感谢 继续等待GD的回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